保罗比乔治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励志的NBA球员 2014年夏天,乔治成为了美国孟之队的一员 但是在队内对抗赛中,乔治在补防哈登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反关节伤病 整个腿部90度弯折,这可以说是NBA历史上最害人听闻的伤病了 但是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康复之后,乔治成功战胜了伤病 再一次地站在了球场上 而且之后乔治的表现越来越好了,打出了很棒的职业生涯表现 然而不幸的事情总是找到乔治 在此前雷霆和快船队的比赛当中,乔治再次在比赛中遭遇了反关节伤病 乔治非常的疼痛,随后也是离开了球场 而关于乔治的右腿到底伤病情况是怎样的,外界也是众说纷纭 快船队的随队记者Long Murray表示 现在乔治如果行走的话,必须要通过主拐的方式才可以 另一位随队的记者Andrew Graf表示 乔治坐着手推车离开了球馆,他的右腿是伸直的 但是关于乔治的伤病情况到底是怎样 外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也是一直对于乔治的伤病有着很大的疑问 比如有人说乔治的伤病是相当的严重 但是也有人透露乔治的伤病没有那么严重 乔治今天晚上将会进行休息 明天将会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查 不过从乔治的受伤瞬间来看还是非常的吓人 还是很让球迷们心有余悸的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严重的伤病了 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 这种伤病看上去真的是毁灭职业生涯的伤病 所以目前来看这种伤病真的是让球迷们感到害怕 乔治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就此断送呢 接下来的季后赛是否可以参加 世卫之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